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Lucy 我是为美国中文进入式小学的老师,我教授一年级 今天这期非常欢乐,因为我终于可以来跟大家扯钱片了 我最近在读研究生,我研究生的专业是Educational Technology,教育科技 然后我这学期上的课叫Innovative Technology 它主要是跟儿童的编程,还有就是Apps在课堂当中的使用 相关的一门课 给我们上这门课的老师真的是非常的有故事,又有文化,又帅 他本身就是一个普通的四年级的全职教师 但是与此同时他做了超级多有趣的事情 比如他是两本书的作者 他还是很多这种两三百人大型会议的Kino Speaker 那他还给我们上这门课 那他在设计这门课的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这个人太有趣了 他给你一大堆就是跟主题相关的内容 就是你可能export他给你的那些东西就要花掉两三个小时 然后你才发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那个地方我有兴趣 它是完全靠你的内在驱动力去找出你有兴趣的东西 并且作业就是create出来你自己的 比如说他给了我们好多儿童编程相关的内容 我跟我儿子就喜欢这个Lego Mindstore 就我们玩玩玩每天能花两三个小时 所以呢从他的这个设计的课和他的个人经历上 真的是给了我很多的作为老师的启发 我在考虑我们中文老师的这个出路到底在哪里 我相信屏幕前的你一定不止一次的问过自己 如果我改行我能做什么 我的答案是 我改行可能还是离不开教育行业 还是做老师 那这期视频呢就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就像我的这位instructor一样 就是你在做老师的同时 你还能做哪些事情 那我们老师的困境有哪些 我们如何去突破自我 那希望这期视频呢给大家呢是一个勉励 甚至是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的方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订阅还有点赞哦 首先呢就是我们中文老师 真的有非常多的优秀品质 我们的专业知识技能过硬 讲课讲的是真的好啊 我在很多老师面前 我都感觉我自己是个小喽喽 只不过我是把这些分享出来了而已 那我看过很多老师讲课 我都觉得哇 哪怕我不在中文沉浸 我听不懂中文 我都觉得这老师讲课讲的真好 那还有就是我们对学生认真负责 不管是成绩 学习 课堂管理 纪律等等等 我们都做到就是尽善尽美 绝对不会得过且过啊 这是我觉得哇 我们中文老师牛叉的地方啊 但与此同时呢 我也注意到一些 就是问题 这些东西也是客观存在的 我想通过这期视频呢 就跟老师们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一些思考 如果我们能把这些问题 进步那么一点点 我相信是对我们中文教育 就是一大跨步 以下的三个困境呢 完完全全是我个人的opinion 绝对不是fact 都是我觉得啊 首先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中国老师 不擅长打破思维定式 我们往往去看 以前的老师他是怎么教的 我们T-shirt guide上他是怎么写的 我如何在这堂课当中 把我想教授的知识 给到每一个孩子 他们都能学会 这个本身是没有错的 并且真的非常出成绩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很多教育的部分 它是missing是缺失的 比如我们如何去调动 学生自己的积极性 让他们自己愿意 把这个东西学会 当我们思考过这个问题 并且找到解决方式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老师 是一年比一年轻松的 你需要做的就是一个coach 你把课案设计好 你把最后的目标定好 时间 规定时间内 让学生自己去explore 并且把这个东西学会 那这个是我一直就是很想追求的一种 教育的 教育的出路啊 比如说我儿子最近迷这个 Lego Mindstorm 他可以玩两个小时 那我就告诉他 你的步骤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他最后你要怎样给他一个程序 他能转起来 你只需要告诉他这个 剩下的东西他可以用各种他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这是我觉得教育非常理想的方面 但是呢 这个思维定势呢 并不是我的错 毕竟我们从小就是这样被教育出来的 我们没有办法以我们不被教育的那个方式 去教授我们的孩子 那这个呢 是需要我们思考 并且及时的去打破的 第二个困境呢 我觉得非常符合我自己的经历啊 就是我觉得中国的老师容易固步自封 就闭门造居 不太容易把东西交活 往往就是越教越死 这是毕竟我们从小也是这样就是长大的 也是这样被教育的 我们比较不太容易思考的教学方式是 我如何用一个open ended question 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去引发大家的讨论 来让学生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我怎么教才能让大家主动的去学习 而不是我一味的去灌输 我觉得这个来源于我们老师的一种掌控感 就是希望这个东西是按照我们所设计的方式去走的 但是这个往往需要的是经验 就像我觉得我今年完完全全在重复我去年的知识 而没有去有个人的突破 但我想打破这个困境的方式呢 应该也非常简单 真的就是让你自己获得更多的知识 不停的去看纪录片那去看书啊去思考 然后去在生活当中捕捉那些 你觉得可以在课堂当中使用的方式方法和内容 那这样呢就会逐渐拓宽你自己教授知识的方式 也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第三个困境 是我觉得我们中国老师不够重视知识产权这个东西 缺乏的是一种匠人精神 而往往是有一点急功近利 像我最近在学的这个研究生的课程 我们涉及到Scratch 其实国内有一个跟Scratch一模一样的产品 我就在这里不说了 它是完完全全的山寨活 就copy paste 只是想用最短的时间去融资 去套现去挣钱 真的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内涵是什么 然后你就去这样做了 就导致整个市场的这个crush 让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也是确实有一点无厘头 所以我们中国老师呢 或许我们可以多有一些匠人精神 实际上如果改行要做什么 我还真的没有想好 但是我相信呢 如果我们能够打破很多的思维定势 我们把中文教育做得更好 我们一定会找到这个出路 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